早前有調查發現 有大概四成零售業界的受訪者 都支持重啟內地居民來港一簽多行 期望可以刺激本地零售業 實證員蔡召集人田北辰 禮拜三出席立法會大會後透露 香港和內地政府正是商討 在農曆新年前恢復一簽多行 現階段主要討論是否開放給一千萬個深圳居民 還是只限於大概二百萬個有深圳戶籍的居民 政府在2015年將一簽多行收緊為一週一行 田北辰認為當時的水貨問題已經不存在 即使有水貨客都不會迫爆社區 至於早前有大批內地遊客 在隨直到早後趕不上尾班車過關 滯流巴士站和鐵路站 田北辰說兩地亦都商討在特別日子 將羅湖和洛馬州兩個鐵路口岸 現場開放到凌晨三點 今天在座馬上期待的公信 你除了所有公信 感谢观看